众说蓝谈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近日,根据报道,勇士仍在追求爵士前锋老李·马尔卡宁,并愿意长期等待。 爵士记者Sarah Todd谈到了马尔卡宁的最新情况,有不少球队对马尔卡宁进行了询驾,但在这些球队之中,勇士是唯一一个提供了实质性报价并进行讨论的球队。 此外,爵士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觉得满意且想要接受的报价,他们仍然很想留下马尔卡宁。 但是马尔卡宁自己认为爵士不满足自己未来的发展,希望能够被交易,而目前来看,勇士是唯一能够匹配爵士报价并且是马卡自己愿意加盟的球队。 众所周知,勇士一直追求马卡,并且是目前报价最高的球队,预估报价可能是球员加三首轮,就看是出谁,可能是维金斯。 而爵士如果不能交易马卡,就必须跟马卡续约,不然就会亏损最大化,续约时间节点有两个,8月6日前下赛季。 马卡团队正在跟爵士谈交易事宜。 那结论就很简单,这场交易,就看马卡想不想来勇士,如果他想来勇士,他直接拒绝跟爵士续约,爵士就必须跟勇士交易,别无他选。 反之,马卡也可以借助勇士的报价去向爵士施压,如果爵士不给鼎心,他也有下加,勇士下赛季肯定会给他开出鼎心流马卡。 所以,勇士不需要考虑爵士要价多少,只需要自己比其他竞争对手高就行。 有人分析过勇士的首轮非常值钱,我相信只要马卡想来,没人可以竞争过勇士。 反之,如果马卡只在拿大合同,你盲目匹配爵士需求,换来一个缺乏斗志的二当价,那一样是争冠无望。 很多时候,特别是这种核心球员,心气可能比能力要更重要。 近日,媒体重新排名了西部球队下赛季的实力,勇士目前排西部倒数第三。 虽然勇士休赛期进行了多比补强,但是他们的问题依旧显而易见。 其实阵容实力看很客观,经常看到论坛关于库明家和马卡吵得不可开交。 可是我从来觉得,如果你要在西部展示实力,库明家和马卡不是二选一问题,而是两个都需要留。 如果目前这个阵容开启新赛季,勇士不用摆,确实会很烂,赢一场库里不发飙,很难。 马尔卡宁是勇士名副其实的二当家,仅次于库里,毫无疑问。 而库明家,他的天赋在那儿,而且非常年轻,没有伤病隐患,所以勇士愿意将他作为未来的舰队基石,所以这也是一直不愿意交易库明家的原因。 都知道,库里不是一个会主动施压开口要人的超级球星,可是库里是一个竞争者。 打球为了赢,因为他去哪里不筹钱,不筹合同,为啥要在一个总是输球无缘季后赛的球队能打得开心? 所有修赛季的努力就只是为了摸不着季后赛的球队,球队连一个二号人物都美,而只能在搏一搏年轻球员成长。 一人一成固然美丽,可是库里也说了联盟瞬息万变。 所以,现在正值库里和科尔一起征战奥运会期间,勇士管理层邓利维以及老板拉科布要是成功引员马尔卡宁,那对于库里和科尔而言,可以说是修赛期最大的惊喜了。 前不久,勇士总经理迈克·邓利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续约史蒂芬·库里是勇士优先级最高的选项,库里可以得到包括顶薪、球员选项、交易保证金、在内的任何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球队希望尽快与其达成续约。目前,库里的合同还剩下两年1.15亿美元,他有资格在今夏和勇士达成提前续约。 但是根据NBA设定的38岁条款,库里若今年和勇士续约,最多只能签下一份一年6260万美元的合同。 今日,据旧金山当地一家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库里不会在今夏和勇士达成续约,他将在打完24-25赛季之后再做出下一步决定。 球员觉得库里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是有两点因素考虑。 一方面,如果库里想继续在NBA征战几年,那么等到明夏再签约的话,库里可以得到一份年限更长,总金额更大的新合同。 另一方面,如果勇士下赛季没有打出理想的表现的话,那么库里也不排除当前合同结束选择退役的打算。 毕竟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自己和所在的球队无法以高水准打球,那么就会选择退出,并且库里也表态自己对高尔夫的兴趣逐渐开始大于篮球。 前不久,勇士小将特雷斯·戴维斯受邀参加了美国南篮奥运陪练队,并在几场对抗赛中有不俗的表现。 昨日,结束陪练工作的戴维斯回到了勇士,并随队参加了自己的首场下联比赛。 最终,戴维斯出战22分钟,五投四中高校贡献了十分七篮板两助攻,帮助球队九十比七十三大胜太阳,喜赢四连胜。 很明显,经过这次陪练之旅,让戴维斯的心理层面和竞技水准都有了质的提升。 今日,戴维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回答了多个问题。 在谈到这次跟随美国南篮的集训时,戴维斯说道, 这是一次很棒的体验,我向那些伟大的球员们学习了很多的东西。 在谈到自己新赛季的目标时,戴维斯说道, 我希望能在球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上赛季,我从发展联盟打到正赛替补,再打到首发,但我对此并不满足,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我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赢得更多的胜利。 从戴维斯的话中不难听出,现在的他信心满满, 也希望他能把好状态和积极兴趣的心态保持下去, 这样的年轻人确实大有所为。 克莱离开勇士原因曝光,不承认受伤导致巅峰不在, 想要四年养老合同。 2024年的休赛期见证了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的解体, 在经历了一个充满起伏的动荡年份后, 克莱,汤普森离开了金州勇士队。 这位神射手策划了一笔千换交易, 将他送到了达拉斯独行侠队。 虽然在公开场合,两方都保持了友好的态度, 但围绕这一决定的诸多戏剧性事件在过去几天内不断涌现。 最近的新闻循环中,主要的戏剧性事件是汤普森被勇士队放走的原因。 多个消息来源称,这位四次NBA冠军得主的个性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理论, 汤普森想要更多,而勇士队认为他不值得这样一份合同。 关于克莱,汤普森为何离开勇士队加盟独行侠, 越来越多的信息浮出水面,看来双方都有错。 尽管汤普森因伤缺席了整整两个赛季, 但他认为自己几乎和之前一样,不承认受伤导致巅峰不在, 而勇士队则不同意这种看法。 汤普森觉得他应该得到一份类似于德雷蒙德、 格林和安德鲁、威金斯的四年养老合同, 尤其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未能达到合同的期望。 这似乎是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准确版本, 汤普森的表现确实有所下降, 但格林和威金斯的表现也有所下降。 格林的情况更糟糕, 因为他的场外行为给金州勇士队带来了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话虽如此,勇士队不想在汤普森身上重蹈覆辙, 后者上赛季的表现比之前更加不稳定。 汤普森在勇士队的职业生涯, 讲述勇士王朝的故事, 很难不提到克莱·汤普森。 史蒂芬·库里获得了大部分的关注, 而格林虽然现在表现不佳, 但在王朝早期的贡献也常常得到认可。 然而,可以说没有汤普森, 库里和格林的双人组合不会那么有效。 汤普森是2011年选秀中的乐透秀, 他迅速展露头角, 成为联盟中仅次于库里的最佳射手, 他的无求能力使他在史蒂夫克尔的动态体系中 成为一个有效的资产。 库里和汤普森的无求移动迫使球队采用换防策略, 但勇士队仍能利用这一点。 今天,火箭队和骑士队仍然对水花兄弟互相掩护 并制造混乱的场景感到头疼, 而格林在一旁调度。 2019年,NBA总决赛中的一次伤病 成了汤普森下滑的开始, 由于前交叉韧带撕裂和跟腱撕裂, 这位勇士明星在回归后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他的投篮仍然是顶级的, 但他那位低估的防守已不再是他的技能之一。 尽管如此, 汤普森在勇士队2022年的冠军赛季中 仍然是一个关键贡献者, 场均得分19分。 然而, 从那以后, 汤普森的表现一直很不稳定。 上赛季, 他在投篮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 他通过不断出手来摆脱困境的方法并没有奏效。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态度在他离队中的具体影响, 但我们不能否认, 当他要求新合同时, 他在场上的表现确实让勇士队有所犹豫。 作为四届总冠军, 五次入选全明星, 并且多年来一直是库里的后场队友。 克莱认为勇士队会更努力地留住他, 但现在这一举措已无法挽回。 他现在正式成为达拉斯独行侠队的一员, 将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与卢卡东契奇和凯里欧文并肩作战。 如果汤普森能恢复哪怕一点点他巅峰时期的状态, 这将使独行侠队变得极难被击败, 并有可能成为西部的热门球队。 但如果他继续急剧下滑, 可能会让他的新球队感到失望。 对于勇士队来说, 汤普森的离开将如何影响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还有待观察。 在交易得到巴迪·谢尔德之后, 他们确实为克莱投篮能力的缺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但要在西部与绝金队、 斯林郎队和独行侠队等球队竞争, 他们需要的远不止于此。 否则, 他们可能会后悔今年夏天放走汤普森, 后悔在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时让他离开。 在这一点上, 事情如何收场完全取决于克莱本人, 以及他在职业生涯中还能有何作为。 显然, 他在赌自己能够恢复全明星状态, 但在两次重伤, 以及在NBA征战11个赛季之后, 人们有理由怀疑克莱是否还有足够的实力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